所以操作環境請各位 第一個先準備ForeShop軟體 你用各種方法 反正找一下應該網路上也有 或者是好朋友也有 OK 然後 第二個是說操作環境 如果你不熟悉的話 YouTube上也有 你稍微找一下看一下 那我們等一下練習就是做一個國盔 這個國盔有些要求 第一個這邊到這邊的尺寸是1000個像素 這邊到這邊是1000 1000像素 所以它的總像素是多少 相乘就好了 多少像素 1000乘1000多少 就100萬 對不對 所以人家說什麼 我的相機有100萬像素 那意思是說 假如是一個正方形 就是100乘100 不1000乘1000更正一下 如果說我有1000萬像素2000萬 實際上就是你的寬 乘上你的高 那所謂的像素 指的就是說 它是一個有顏色點 那這個畫面裡面有1000萬個點 所以你看起來會感覺很細對不對 但是你一直把它滷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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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到最大會怎麼樣 它會變成一個方塊 正方形的一個什麼 一個點嘛 對不對 有顏色的點 那就是所謂的像素 那我們今天的要求是說 請各位 幫我在後面 放個背景 是藍色的 那 怎麼樣制定藍色呢 其實電腦裡面 總共可以產生 多少種顏色呢 一台電腦可以產生多少種顏色 答案是什麼 答對 答對 很多 那很多 很多是一個 當然不是一個量 那如果說 它的數量大概可以多少 2萬3萬 4萬5萬 6萬 還更多 7萬8萬 跟各位講 其實當然就是 就是 有一個量化的數字 就是說 它的數字是 2的8次方 乘上2的8次方 再乘上2的8次方 總顏色 總共是多少 就是2的24次方 2的24次方 等於多少 大概就是1000多萬像素 1000多 1000多萬 OK 所以也就是說 電腦能夠產生的就是 1000多萬種顏色 不過這不是很重要 因為你的眼睛也沒辦法 變成那麼多種顏色 但是它可以產生 這麼多顏色 OK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如果說 要認識顏色之前 注意一下 它有三原色 RGB 如果說我要產生一個 藍色的話 記得就是把藍色調到最大 那其他兩個顏色 紅色跟綠色沒有 OK 接下來我們這地方 這個範例 今天我想你們就把這個範例做完 然後做一個變化 這樣就OK了 那怎麼做 第一個 請各位 試著先把 這邊檔案開啟 開一個新的檔案 新的檔案之後的話 請這個地方 加一個名稱好了 名稱我把它改成叫國徽 OK 類似像這樣 國徽 好 再來的話 它的 寬度跟高度 請各位 把它改一下 改成哪一個呢 改成Pixel Pixel 像素 然後 這個寬 多少 1000 高的話呢 也是 1000 那為什麼用1000 其實你會發現那個 我們國會一定不是正方形 但是為什麼用正方形 因為 練習 提 這樣子 你們比較好記 不然的話 如果寬 1200 高可能是 800 那你們可能不好記 對不對 所以 你乾脆全部都記1000 好 那直接按確定就可以了 第一個 我們產生一個底 對不對 第二步 請你把它填 顏色 填什麼顏色 藍色 那怎麼填顏色呢 第二個 編輯 裡面的填滿 填滿之後的話 選顏色 找 這邊有RGB對不對 R多少 沒有 紅色嘛 G綠色有沒有 沒有 那 B的話多少 最大 是 多少 2的8次方 256 但是它從零開始 它從零開始 這255 所以特別是 最大就255 好 這樣子的話就會產生一個 藍色的 特別注意喔 這邊RGB 三原色 紅色 綠色 藍色 0025 OK按確定就可以了 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們的底色 就會變成藍色 好 第一步 OK 那第二個 重新再一個圈圈 放中間 第三個 再加三角形 放幾個三角形 12個嘛 對不對 那怎麼做呢 我們 接下來 各位看一下這邊工具列 只要有標籤 這邊有一個三角形 表示 這個工具列 其實它是一個群組 你按住不要放的話 它裡面會躲東西喔 按住不要放 好 這個時候呢 請你找到什麼呢 找到那個 橢圓 因為這邊沒有圓的嘛 那橢圓按下去 接下來 各位可以看到喔 上面就會有個填滿的顏色 預設是黑色嘛 所以請各位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白色的 好 改白色之後的話 接下來我們就知道 要 要 要來建立這個什麼 建立這個 這個圓 這個圓的話 怎麼樣建立喔 我先把這個 這個 點這邊一下 那你這樣拖拉的話呢 它不會是正圓對不對 那怎麼樣可以把它變成一個正圓 小畫家已經應該用過吧 按下什麼呢 按下去的鍵 有沒有按住不要放你會發現喔 它就會是一個正圓了 那多大 差不多這麼大就可以 OK 那接下來呢 我如果希望怎麼樣 把它擺在正中央 該怎麼做 編輯裡面有個叫 任意變形 快速鍵就是Ctrl T 那Ctrl T非常重要 以後 如果你要去 改變它的大小 跟改變它的位置的話 一定要用 任意變形 快速鍵就是Ctrl T 所以呢我們點它之後的話 各位看一下上面是不是有 X Y 對不對 那請各位 把它調到哪裡呢 X 從這一點 出發 往右 如果要擺中間的話 應該多少 剛剛是 寬多少 1000嘛 所以 X應該多少 500 那Y是多少 Y是特別重要 從這一點往下 也是500 所以很簡單 Ctrl T之後的話 這邊把它改成500 有沒有 X的位置 Y的位置 也是改成500 有沒有 就會在 正中央了 好 這樣子就完成那個 圓的部分 接下來三角形 三角形在哪裡呢 一樣在這邊 按住不要放 他問你說要不要套用 套用一下 因為最後記得把它打勾一下 再來的話呢 我們要找什麼 三角形 可是這裡好像沒有三角形 但是有沒有 多邊形 對不對 多邊形按下去之後 上面會出現 你的邊長 是幾邊 有沒有 預設是幾邊呢 綠色是五邊 對不對 請你把這個五邊改成幾邊 改成三邊就好 OK 那三邊之後的話 接下來要做什麼 在這邊 拖拉出一個三角形 OK 那不過位置呢 假如不在 你要放的位置 的位置 你就 這個地方先把它做一個 放開 再來按Ctrl T Ctrl T做什麼 其實你這個時候 就可以稍微縮小 比如說他要尖尖 尖一點的話 你可以把它稍微尖一點 再來怎麼樣呢 可以把它移動到 你想要放的位置上面 大概這個位置 不過特別注意喔 這個位置喔 他有沒有在500 特別注意這個位置喔 因為我們這一點 這一點是他的中心點 一定要剛好是500 如果不是500的話 他將來在旋轉的時候 位置 就 不會剛好在正中間 那可是再來的話 其實我們就做什麼呢 就做一個之後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讓他旋轉 並且 加上 複製 那不就剛好繞一圈 12個 不就 剛剛好 可是我要讓他旋轉幾度呢 旋轉特別是這邊有個角度 對不對 把他旋轉30度 30度 可是你會發現30度 這樣30度是我要的嗎 當然不是嘛 那我要怎麼樣剛好 可以讓他旋轉30度 到下一個位置 勢必要怎麼樣 把這個中間這個軸有沒有 移到這裡 再轉 30度 很抽象喔 沒關係我做一次有沒有 特別是喔 最中間這個點拉下來一下 拉到哪裡 這個就有點像你什麼 你要繞著他 那你不能以 原來自己為中心 應該拉到什麼 這個遠的東西 你再轉 就會剛好繞一圈對不對 應該懂的意思吧 OK 然後呢 我們拉過來之後 這一點應該是 位置到多少 應該是500500 也要在正中間 所以你拉過來之後的話 再500500 接下來的話 這個角度如果給他30 有沒有發現 他就轉了一個角度 那因為 總共有幾道光 12 所以除以 360除以12 就30 接下來 你可以按 Ctrl Shift 加T T Ctrl Shift T 等一下 Ctrl Ctrl Shift Ctrl的話是 變形 如果說把他打勾之後 如果你要重複上個動作的話 你可以怎麼樣 可以讓他 Ctrl Shift 他會重複上個動作 加一個T 他會重複上個動作 不過遠 這個地方還要在 要 角度要正確 對 先做到這裡好了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那怎麼樣可以 讓他 快速的轉一圈 剛好是12道光 OK啦 畫面先換給各位 一下 這個是練習 我把這個圖層 把他delete掉 這個記得打勾 然後這邊各位注意一下 背景一個圖層 橢圓一個圖層 多邊形兩個圖層 對不對 那最上面這是我剛剛新增的這個 這個是叫多邊形二 是一個圖層 如果你要刪掉他的話 記得很簡單 就是說右下角這邊有個圖層 把他按住不要放 往下拉 拉到垃圾桶的地方 放開 這個圖層呢 就會消失了 OK 所以圖層的概念 非常的重要 他以後就是一層 一層 一層的概念 好 再來的話 我要讓他怎麼樣 旋轉 旋轉幾度呢 旋轉30度 所以呢 一樣先 當然你要不要點 點一下這邊 然後Ctrl T 一下 有沒有 接下來呢 特別注意 最困難的點在這裡 1 請各位把中心點往下拉 2 把它分別改成 500 500 也就是說 現在的這個三角形 它的 中心點 已經被我改變了 已經被我改變了 對不對 第三個 把角度 改成 30度 有沒有 他就旋轉一個30度了 然後呢 把它打勾 好 接下來的話 如果按 Ctrl 加T 它會怎麼樣 它會轉一圈 對不對 那 Ctrl 加 Shift 加T 意思 就是 重複剛剛旋轉的角度 Ctrl Ctrl Shift 加T OK 複合鍵請注意一下 那 如果我希望 可以一邊旋轉 再加上 複製的話 那複製 在Photoshop 是 LT LT鍵 所以 如果你要旋轉 再加 複製 你 恐怕你要有 那個 多幾根手指頭 就是 Ctrl Shift 加LT LT是複製 再按T 應該 高姐就去試吧 好 試一下給各位看 Ctrl Shift 加那個 LT Auto 然後呢 再加一個T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六個 七 八 九 十 11 好了 完成了 好 這樣子 今天的部分 就可以說 沒有沒有 還有一個 打勾 最後有沒有打 沒有 最後 這樣子就完成了 OK 但是 還有國旗啦 因為我們只有國旗的四分之一嘛 其實最後還要做一個 我本來今天預計是 還在做 不過時間可能來不及 就是說 這邊還要做一個國旗 國旗意思是說 你們剛剛做完之後有沒有 還要再把它 大家 放到國旗裡面 國旗是2000乘2000 當然 我們只是因為好記 所以2000乘2000 然後把剛剛的國徽 放上去 這樣就完成了 不過按部就班好了 今天大概 就是國徽應該 就不容易了 試試看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 我會教 謝謝 谢谢大家